袁洪和胡歌从大学时期就住同一间寝室 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 只不过这个友情最近却受到了一点点的考验 而破坏他们的感情人正是霍建华 听起来有点乱 故事是这样的 性格内向作风老派的霍建华同学 因为六年前的一部《星剑三》与胡歌结缘 两个外表冷聚内心澎湃的实力派友 想一拍结合成为心心相惜的好朋友 两个好朋友感情深一口闷 久而久之江湖上甚至就流行开来这样一句传说 这传言说了一百遍也就成了真相 最近霍建华表示五年后两人如果还是单身汉 不如考虑凑合过呗 那边的胡歌呢听到华哥这样喊话 尽管心里一万个嫌弃 但考虑到万一没找着合适的女朋友 要冒孤独终老的风险 那还是先勉强同意拉兄弟当备胎吧 五年之后他单身也不一定我也单身啊 对吧 但如果五年后咱俩都单身的话 我会去找他的 听了这话 最近忙着讨女朋友欢心 忘记看新闻的袁洪不开心了 才几天功夫 胡歌俨然就把我这个大名湖畔的好哥们儿给跑出脑后了 看不下去的袁洪立即把起宣称 本宝宝三天不打你 老虎你就上房接瓦了 咱回了上海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两天没上网都准备了 哎呀三天不打上网接瓦 不知道不知道回头看 请问在线边帮到